吼吼吼 這也太難跳了吧 哇不對不對 這跳起來也太好笑了 哇 這遊戲也 吼 真不好玩 時隔四個月 當我再次玩我自己的遊戲時 嗯 爛的不行 我的天 這是什麼糞便 唉呦 玩這遊戲人70了吧 這都四個月了 那我為什麼會玩這遊戲呢 因為這位老兄 在上個月的QA問答裡 告訴了我他失敗了好多次 看來不知道你現在通光了沒 但我還是決定優化一下 當我打開檔案師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的 我決定從調整角色移動開始 當我在優玩師 發現當初的設計師 直接換到那個位置上 而不是走過去 跟正版比的話 有點不一樣了 打開膠本後 當我已經完全不知道還能做什麼雜事時 我各位都回到了位置上 我覺得當初的城市 我完全就換官方了 不過幸好 我很喜歡寫註解 透過註解慢慢的開始修復 第一次測試時 很好 角色沒這樣子 所以我調整了一下 偵測地面的圈圈 第二次測試時 沒有跑步的動畫 於是我修正了一下動畫控制器 第三次測試時 爬到了某個地點 我會突然蹲下去 經驗豐富的我 又跑去調整了一下 偵測地面的圈圈 第四次測試時 他跳得有點不高 這也很簡單 調一下跳躍的數值就可以了 測試四次後 成功把角色移動 處理好的我 但是 我的光卡好像壞了 本來是不會這樣亂生成的 現在突然在同個時間 生成好幾個光卡 我又在折磨我的電腦了 看著這樣的光卡 我突然決定 還是美化一下 並且以設計的方式 製作多種光卡 首先 我換了一下背景 並且很強迫症地 擺放了幾個鐵軌 當我測試是 本因為會很美的畫面 卻是灰蒙蒙的 嗯 看起來有點灰 不過還行 放完鐵軌之後 為了看起來更好看 我又放置了房子 雖然這有點不太符合邏輯 但是 之前看到這個打折 忍不住的買了 秉持著有什麼 就有什麼的原則 我放了幾棟房子 然後一直複製貼上 看起來是不是像遊戲了 不 不對 這幾台火車 於是我又放了車頭 但是為了讓玩家走上去 我又放了這個斜坡 最後合併起來後 超級完美 放了幾台火車後 為了能讓玩家跳躍 我又放了個石頭 火車鐵櫃附近都是石頭 這就很合理了吧 雖然這麼大的石頭 也有點誇張 哈哈哈 接下來呢 還要想辦法讓玩家可以滾 於是我在素材包泛養房 噢 桿子 哼 感覺可以試試 應該 吧 找到桿子之後 用了最不好的方法 拉了一下素材 然後加了一下碰撞底 哈哈哈 完成 當我滿完期在測試時 你怎麼開始抖動了 你不是之前沒有嗎 就在我感嘆 有時候bug來得很莫名其妙 使我這時候已經開始打開 腳本去修改了 修好了之後 噢噢噢噢 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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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跑得很好看 只要你不抖 你就是帥哥 由於不知道終點在哪 我決定製作一個終點 然後進入到下一關 當我在終點放完了幾棟房子之後 開始測試時 我的秒數忘記調回來了 哈 再來試試 結果又出了問題 我忘記把獲勝的界面加到這裡面去了 再測試一次後 很順利的通過啦 這是什麼 這次的遊戲儲新差不多好了之後 跟第一版本的不一樣 第一版本呢 玩家要在時間內盡量避開火車以及路障 想辦法活下來去獲得勝利 而這次呢 我改成玩家只要在秒數內到達的重點就贏了 做完第一關呢 我決定製作第二關 第一關比較像是 讓你先熟悉一下操作 第二關呢 我把它加長了 然後把房子放一放 我坚信着玩家在玩的时候 绝对不会去注意周遭的防止 是一样的 因为跑都要来不及了 接下来就是中间的铁轨部分 我随意的放置了 在第一关就做好的障碍物 当我测试时 非常的简单 秒数不用变 一样的通关 但这时我的一个哈欠 让我感到这游戏少了点什么 嗯 这游戏生无聊啊 我是不是少放了金币啊 嗯 好像是欸 于是我又把我上次的金币 拿了出来 为了确保它是没问题的 我先放了几个在火车上 当我测试后 金币没有音效 这让我意识到 我的角色在左右移动 跳跃 以及翻滚时 好像都没有声音 于是我加了音效在金币这里 角色的话最后再用 总之 金币放好了之后 唉 除了多了点声音 还是一样的无聊啊 不过没关系 第二关呢 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有金币在关卡里 第二关做完后 当然要做第三关了 我这次把它又加场了 然后一样的开始复制 当我在游玩时发现 这游戏越玩越无聊 耗得实战太久了 最后我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当然就是用钱买时间 但金币到达10的时候 速度就会加5 所以玩家必须想办法 在更短时间内跑完 一点思考 到底需不需要拿金币 因为拿太多的话 速度就会一直往上增加 然后变得更不可扣 以及BUD的出现 由于这样变得有趣多了 我又决定再去制作第四关 为了让你们觉得超有挑战系 我特别的制作了一下 架了超多金币 秒数不变 变更了一下火车位置 好的时候 我又自己玩了几来 结果 啊 还是太无聊了 因为太无聊了 我就一直逛家柵欄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的曝光 但感觉还是可以的 哈哈哈 迷到我的感觉 下了柵欄之后 意外的有点困难 而我玩了一小时 迟迟迷通关 我好像自己制作了一款 通关不了的游戏 我通话放进继续游玩的 我开始修复翻滚的bug 以及添加一些音效 我相信肯定有人能不通关的 这是最后的成果啦 好 我们现在进入游戏 然后一样的这个主界面 我一点话更换都没有 因为 哈哈哈 懒了 没时间 然后开始的时候进入到第一关 那地方就很简单 这边的设置稳是上就是跳 下就是滚 然后左跟右就是移动 非常的简单 好操作 那这边就剪金并 剪金并一样可以增加时间 不是增加时间 增加速度 然后速度快了 就有点 你看 就bug了 也不能说bug 你看你速度快 你的人就会像这样 就是 嗯 有残疑 所以这应该也很合理 呵 那第二关过了 又到了第三关 这前几关都非常容易 那为什么第三关像第二关呢 那还不是因为 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更改 哈哈哈 那不是像它是一模一样 那第三关也很容易就破关 因为 因为 好 哇 我看到一个bug 不过没关系 之后再来修 那这是第四关 也就是最难的关卡 那 有多难呢 就是说 嗯 你要在时间内过关 那通常这个时间呢 你很难在时间内过关 因为我测试过了 就是你要在时间内过关呢 这不可能 你看我失败了 所以呢 我就可以再重来一遍 然后再按开始 又得回到第一关 那为什么它会回到第一关呢 那是因为 死了嘛 死了 就都得从头来过 所以 嗯 非常的合理 就只是有点烦 那我现在又来到第二关呢 我已经玩的很熟悉了 因为这游戏我做的 不过我相信你们也是 玩了一遍就会了 因为基本上路线都是一样的 没出什么更改 非常棒 那到了第三关呢 也是一样 都是从左边开始 我现在就把它给泄漏了 然后减金币 金币减了之后呢 再去减金币 之后把时间加快 努力的训练说 第四关可以在最快速度内通关 那通常 嗯 很好 我卡bug oh yes oh 又失败了 那就是我不应该说话 我就开始 再从头来过 然后 好烦啊 好没关系 我相信我现在烦 但是换了你们玩的时候 你们也很烦 那我就开心了 哈哈哈哈 继续剪金币 继续一样的路线 继续老套路的走 这算什么呢 这叫做 重生之 有前世记忆 那通常有前世记忆的人呢 都过得非常好 那也不一定 就只是会知道 那他的路线该怎么走 好 非常好 希望我下一次投胎的时候 也能这样子 这样我可能会比别人聪明一倍 嗯 哈哈哈 异想天开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关 第三关之后呢 就要去第四关 但是这角色他真的跑得有点稠 好 第四关了 我要尽可能捡到更多的金币 因为我要在17秒内通关 那为什么是17秒内通关呢 因为我在18秒的时候 我都可以通关了 所以我就把它调整 很好 现在我卡在这了 卡巴格又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 我又要干嘛 我又要按开始 然后重新来过 哇靠 这游戏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对 玩 嗯 嗯 至少比第一版本好玩多了 对 所以 我又到了第二关 哈哈哈 呃 啊 幸好 现在是第二关就失败了 第二关失败没关系 因为只要从第一关再重新开始 很快就会回到第二关了 那 我已经玩得有点累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有钱嘛 撿钱谁不快乐呢 我现在就很快乐 因为我就可以加速 加速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到第三关 到第三关还是一样的路线 我只要继续的撿钱 以这块的速度通关 我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好 而且这也很简单 我现在越来越快 也可以看到我的人 他也越来越分身了 那 他这个就真的是bug 哈哈哈 我就不找理由 继续说服了啊 那现在又到了第四关 一样第四关 我要怎么在时间内通关呢 通常我觉得我现在又要失败了 那我失败了以后呢 就是得继续破关啦 哎 一样的套路 我在同样的地方 我又走了一样的老路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 就是有点 肌肉记忆吗 就已经习惯性的走那边了 所以呢 下一次 不对下一次 在这一世的投胎中 哈 哦哦哦 我的灯都掉下来了 没关系 那看来我的灯在告诉我 对 他点头 就是说 对 这一这一世就 一定会通关 你看我第二关就过得很好 一下就通关了 虽然前几次也这样 那到了第三关呢 第三关就是说 也很快就通关了 因为就是第二关的老路 只是在加长了一点点 那我现在就可以看到 吼吼我超级快一下 又通关了 所以 这一关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只要该做的做到了 就通关了 你看 OK好 第四关 魔王关卡 这一关通常呢 没有人会过关的 真的是没有人会过关 你过关的话 你再告诉我 那我就会 嗯 觉得你真的超厉害 超棒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夸奖你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关是难的 呜 就是说这一关已经是非常的 气死人了 哇 玩这一游戏玩到自己生气 我真的快笑死 好好好 这游戏还 fortress都给人玩 那纯粹就是因为想要气死你们 那我相信我这一次一定也能通关 因为不通关的话 那我还怎么跟你们说明 这个是能通关的呢 好 第二关也很容易就通关了 那就是第三关 第三关没有什么困难度 我只要知道上下左右怎么按 就差不多就有多关 它应该是有口诀 我觉得如果说我把它编了一套路线 这样去走 那说不定 我可能就过关了 哇靠 我自己的游戏我自己还要想那么多策略 好 第十关魔王关卡 我现在还有14秒 14秒呢可以干嘛 什么都不能干嘛 因为我现在加不了太多的速度 我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去加速 然后尽可能的去过关 就是说因为这样子 我才有更大的胜率对吧 那希望我赶快都过关 OK 我觉得这一关我赢了 胜利 胜利 有没有看到这叫胜利 所以那17秒也是通关的 那我也相信你们也通关的 祝你们玩得愉快 胜利 胜利记得跟我说 那我再继续做更难的 呵呵 背景音乐也有很多人问 能不能给音档 我也把编过的音乐放到 spotify跟YouTube音乐 有做过的音乐也会放进去 故事还有哪里可以放 可以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都在哪里听歌 如果还有什么游戏机器 或是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 以后会慢慢人心 我是Ava记得订阅按喜欢不喜欢 拜拜